這段影片是由一名巴勒斯坦人在遠處用手機拍攝 視頻中顯示當時只有一名以色列士兵和一名武軍島地 相信是受了傷染染一色的巴勒斯坦人 該名以色列士兵是觀察了一陣之後 近距離向該名島地的巴勒斯坦人的身處後場 當場將其擊敗 視頻曝光後 以色列人權組織指責 以色列軍方濫用武力 指當時該名士兵在可以拘捕疑犯的情況下 仍決定將他擊敗是屬於默殺法案 最新統計顯示 在最近三個月被以色列軍方打死的巴勒斯坦人數 已經超過130 而同期失去性命的以色列人則有21個